買樓你先預算走貨,你不要想著就去買,就去買很容易,你打電話給經紀搞定,你走得到才算,這兩件事大家要小心 張先生,如果你這樣說,你說要4成才去考慮買樓,現在來說,你沒可能預期到升4成不用買樓 我投資的理念,無論股票也好,房地產也好,我是玩機會率的,機會率就是現在上了這麼多 你今次來說雖然08年跌了下,但你是由03年開始的,你所有的樓已經升了幾倍 其實你由03年開始,你升了幾倍,問題就是你玩機會率的話,你覺得升的機會率大些 又跌的機會率大些,問題就是你賺微利,我覺得都還可以賺 所以我比如說,我都是賣我自己的物業組合,我自己賣了一半,我都沒有賣完 問題就是我不能夠擔保,各國會不會繼續引錢推上去 但問題就是在這個水平,我就自己不會買了,問題就是你這個水平,我入的那些是價低的 即是很便宜的,如果你高價入的話,你自己就要想著,你可不可以全身而退,不用輸錢退 這個東西很重要,你自己一定要想個風險,因為在現在的情況,世界越來越波動 越來越混亂,越來越短的周期,你最重要是風險管理 現在無論買股票也好,買股票,地產也好,全部最重要是 首先你不要想著賺錢先,你先想著風險先,最重要是不要輸錢 請問就是說,你那本書樓市18周期,有沒有批評到在舖,工業樓,商業樓那裡 這個就很特別,會詳細講,但有講少許,如果你舖的話 其實問題就是舖,我也會看市中心那些,很始終,比如說 你看到現在是中環那些,譬如說以前黃大道中,黃大道那些是很貴 現在是推到上歸林頓家,推到上去SOHO,全部那些很名牌都上去 因為黃大道已經沒有舖給他們選擇,所以那些地方你根本沒有供應的話 你一定是有個保證潛艇在那裡,就是帶前提了,究竟香港是否繼續有這個競爭力 有的話,你那些舖一定不用擔心,另外一件事就是說,豪宅,豪宅 豪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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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宅 豪宅,豪宅,豪宅,豪宅豪宅,豪宅豪宅,豪宅豪宅 那些地方是很重要的,不然就是,如果你是真是最最主要的地點 你是無法可以取代到的,那這個就不同了,那工業樓的話呢 其實工業樓現在大家玩的工業樓就不是玩工業的嘛 你知玩工業就是重建,建樓,建Service Apartment,或者建森林,建住宅 那些你就要看下,我覺得政府將來都會做,但你就要守 因為工業樓的樓價升了很多,那時候可能,我想2005年那時候是 我想2003百元一平方尺的,現在我想怎樣都要2000元的樓位 那你升了很多,那一個問題就是,以前來講,沒有人留意到這個 這個潛力,現在法國個個都跑去炒了,那你的問題就是 你永遠都是要看就是,那個市場有沒有一個inefficiency 在一個沒有效率的情況,如果當全世界都知道的話呢 你預了賺大錢的機會一定是很未來的,因為全世界都知道 那時候在各國都立即炒了一些樓的,應該就是 有三個area,就是三個location 一個就是北區,那北區來講,將來會開放很多個關口 那另外又,政府在說八點東九龍,口龍東,那另外一個就是市區 就是要假設你很有錢也好,或者是南區或者山區也好,那 以一個投資者為一個入市來講,應該是在哪個area 我想東區可能還沒pricing到,還沒pricing完 你要北區的話,那問題就是,你在地產有一個要看就是 一個好像雷達那樣的,中心碟在哪裏,中心碟一定是中環 然後你就在那畫圈,越遠的地方就一定是越便宜 那當然你北區的話,你會黏在深圳,你會受深圳的流帶影響 那大的問題就是你中環是中心的話,那你北區一定是最便宜的地方 如果這樣看,那所以北區方面就是,你看的因素 那風險存在就是,第一就是,你的潛在買家是甚麼人 潛在用家幫你租樓是甚麼人,那你相對來講呢 我會覺得那個通常基層人士比較多些,那你說有機會可以升值 他要推上升值的話,相對地有機會是相對地小 除非深圳那些人說,我近深圳走來買,那這件事就要看深圳流價 但暫時來講,我覺得三個選擇方面,它的等級應該是最後 東區的話,我會相信其實很多有錢,那些流價還未反映出來 其實現在剛剛開始講五年十年之後的事 即是你現在是,即是你講的,監督機場那邊,其實還未反映完 那最近你見到就是西區那方面,因為已經炒過地鐵 那其實這些樓的地產商已經在下釘,狂下釘,你已經見到,是在重建的 東區的話,我覺得可能還有,還有些樓是未做到這件事的,所以有potential 那豪宅當然就是,有供應是沒有供應的 而問題就是說,如果你香港做國際金融中心的話呢,你永遠都是靠最高層那些,賺到外戶那些人 你賺到外戶那些人一定是住住最豪的地方,那些地方一定有需求 尤其是你是拿來投資,拿來收租的,一定是那些地方 因為東區的話,始終你都是,我會覺得你都不要想著收租的了 你都是想著就是說,即是用它博去重建,升值那些,就不是玩收租 不是玩要的,豪宅區就是玩要的,玩收租的 我想請問,那麼多年研究樓市的心得呢,未來這10年香港的樓市周期是怎樣 那即下一個周期的底位應該是甚麼時候 其實呢,老實說,在這一刻呢,老實說,我都真的不夠膽說 很肯定跟你說樓市是怎樣的,原因是怎樣的 就是我會預見到那個event,即是會發生的東西會發生 但是你說甚麼時候發生呢,譬如說舉例,08年的時候 理論上全世界應該倒閉的了,是不是 當然它又不倒閉,因為政府不斷狂引錢,恐懼它上去 那你就將那些東西退遲了,不是代表不發生是退遲了 所以現在最慘的東西就是,你要和政府去鬥 政府永遠短時間之內,它都是最強的對手來的 或者你覺得甚麼條件出現,就會令到樓市會有機會大動 譬如說你現在勾債那方面,老實說,它現在說希臉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說,它要借得到錢,它要做甚麼 全國國民在紮肚皮,不要吃,不要住,不要洗 問題是說,你那些地方,第一,第一,那些人是習慣的 第二,你的經濟已經差,你還要還債的話 你還要不要花錢,你的國家的經濟怎麼可以生存到 接著還要有其他,現在德國和法國比較好 其他國家都是不太行的 那於這個情況的話,現在它的長期財產其實是敵 它是將問題推遲,就不是解決了問題 那問題始終都要發生的,經濟一定會下滑 譬如好像昨天那些甚麼大陸出口跌得很厲害那些 老實說,你如果經濟師沒有預算那些 我又覺得你有沒有做功課呢,一定會跌的 一定會繼續差,因為歐洲基本上對於全球的需求很大 對於出口,所以你的經濟一定差 問題是說,如果你歐洲那邊有問題的話 你有機會就是說,你金融資產和樓市都是一個 樓市其實都是一個金融資產,是講信心的 沒有信心的話,突然之間會一聲下滑 問題是說,如果你突然之間見到歐洲,歐洲那邊有事 問題是,跟著你的銀行的銀金又在抽緊的話 那你跟著又緊了,你記得去年下半年為何會突然死光 銀行沒有錢嘛,緊了嘛,個個狂加息嘛,不借出來嘛 今年就因爲它突然之間在12月,歐洲印錢而已 所以鬆回來而已,它可以隨時回頭再玩過都行 你現在不知道,全球經濟一定是在減慢的 一定是在減慢的,全球經濟 那你再加上美國,現在突然之間有個個忘記了美國 你知道美國的國債有多少,我數都數不到 個個忘記了,突然之間炒股票,忘記了 對,問題就是你始終那些人都要回來的,一定會回來的 這些問題,只不過就是,究竟是今年五年之後 還是十年之後,一定要面對的,一定會面對 因為現在美國都不斷加上去,每日不斷加上去的 那個外債是 那你覺得未來有個低位,我不知道幾時發生的 問題就是,政府可以將它一直不斷擁 擁到真的全球突然之間,好像美國的國債買家 就說,我已經沒辦法容忍你那個國債這麼高了 我真的不再幫你買了,那你就突然之間爆煲了 即這些事情,你自己時發生,真的不知道,但一定會發生 問題就是,政府一定不想發生,那你不斷推,不斷推 現在只是在玩這個遊戲 我相信,我相信教導你,如果港幣是unpatch 那當它是strict to人民幣,那對樓市的value是升一定一點 短時間之內,我覺得這件事發生的機會不高 因為始終人民幣方面,你不是一個國際流通性 很多人說過,但長遠來說,會不會發生呢 問題就是,你要看回當時的情況,如果香港經濟是好的 大家對前景很好的話,那港幣是會升值 會升值,但這一刻來講,我會覺得,那些人都會覺得升值 因為大家看好大陸,都會覺得升值 但升值那一下之後,然後你的情況怎樣呢 就是,你經濟可能,譬如說,你會出口那些減少 因為競爭力下滑,反而如果它突然之間大幅升值的話 反而我會覺得,是立即走的,我會立即走的樓市 即我會覺得,你這件事令到香港沒有了競爭力 即這件事,我要看情況 它究竟如果升值的話,升多多 實際情況怎樣,那你要看回 因為問題就是,你這些波動的話,第一 我不相信香港政府會有這樣的膽量去做 短時可見將懷,另一方面就是 大陸政府也都不想香港會去 不搭配一個國際的貨幣 原因就是,大陸是很需要香港是一個試點 去它的金融改革 因為大陸是很多東西要金融改革的 如果它的問題就是,它在香港還沒試點的話 回到大陸搞的話,大陸隨時想當的 所以問題是,它一定要用香港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 真是國際金融中心去幫它做試點 所以我不覺得,可見將懷 它會是大陸政府容許香港將港幣去unpack 可見將懷 那我想問你,你現在主席的錢 除了有,應不應該買,還是交租呢 這個就比較難,如果你是自住的話 問題就是這樣看,如果你走去租樓 租樓其實這個yield,租務回報可能是2厘 可能3厘 但是你供樓,如果你不是那時候hyper 加60點子那隻,你可能供2厘多的 那其實你不是賺了很多的 很多人說,我因為供樓就是自己的 租樓是別人的 但是如果你租樓的那個息口 其實都是2厘多3厘 而供樓都要2厘 其實差距不大 只不過就是為什麼你的人馬小了 原因就是你給了首期嘛 那你借太少了嘛 那你就覺得好像自己省了 其實問題就是你集了自己有錢 你自己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自住的話 其實我覺得現在是取消 問題就是真是五波 看回你自己的情況 就不可以說一拒而論 你一定賣一定什麼 但是問題就是這一刻 如果你走去買樓vs租樓的話 那我覺得其實根本就沒有分別 而我來說我覺得就是說 我寧願租樓我虧息就不要虧價 因為問題就是你入了樓 入出市的話你就綁死自己了 你到時走不了 但是你租樓的話 你隨時一年就是跟業主說不租 你可以走到嘛 但是你虧那個息的銀貨 是相對地小的 就是我炒外戶一樣 我經常都覺得炒外戶 很多人跟我說 澳幣五厘息六厘息 我說你一天都可能三厘的了 你那個貨幣那個exchange rate 你走去說一年才五厘 你跟我說 那你那些這樣的理論 你就是真的 你要分清楚這些在說什麼 都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就是 一厘才拿那個五厘 你一天都可能輸了三厘兩 那個那個匯水 你說什麼 我想問一個問題 例如我今天看田航樓 對不起 田航樓 就是今天看田航樓 近月新鐵的 一百二十萬元 可以收租六千元 那你是否值得投資 五厘 六厘 六厘 如果你真的長線 我覺得都可以 真的長線 那現在一定是SB 一定是長線 是呀 你長線都是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收到六厘幾的話 而你的租客是 不是有風險 不是那些 其實我很多時候 我自己收租 我就會擔心就是 遇到租霸 這些很害怕 我剛才有個朋友 就是突然間又說 又總之跟他擾一句 不停擾一句 又說你的地下又什麼 又漏水又什麼 那他擾到他 一定要賠錢為止 這些租客我們很害怕 所以問題是 你如果你的租客是穩陣的 給多六厘幾息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的 長線來說 那我先遞了麥克風 張大利好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 最近一本雜誌 就是經濟紅人 就說 就是大陸 最近的二十年度 推到二零三 三零零 就是那個GDP 由現在的 約7.5% 一直一直 就控制到 跌到 約4至4.5 就是這個趨勢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對大陸來說 有什麼影響 對香港 將來那個 二十年 那個 物業的市場 是有什麼 正面 或者股票 其實高速增長 高速增長 一定是已經過去了 問題就是 你這樣高速增長的法 你始終都會爆補 就是我剛才說 就是過去那兩年 其實市場 大陸 尤其是已經是很多 overcapacity 所謂資源廠會 非常之嚴重 問題就是 其實它一定要 減慢下來 基礎已經這麼大 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二十年之後 去到4% 其實如果以今天 基數 你每年是這麼加上去 你二十年之後4% 其實都不是小事 所以問題就是 其實我自己覺得 世界是越來越艱難 就是我強調的 世界是越來越艱難 其實我們香港人已經很幸運 就是問題就是 是艱難 無論經濟的表現 很幸運就是 當英國管治香港的時候 大陸未開放的時候 英國管治香港 香港就黏著歐美 又運行 做大陸的橋樑 現在歐美不行 就是大陸看著香港 所以其實我們也算幸運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經濟 當然你去到4% 其實餅這麼大的話 其實不代表香港一定有問題 原因就是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講回頭 我當時為什麼看過香港 就是 香港七百萬人 你看地圖 香港一點都沒有 你要大陸看著一點 有多難 問題就是 無論大陸經濟有多快 有多慢 其實他要看著一點 都是非常之容易 香港始終是一個 一個幸運的地方 始終它有一個優勢 最重要的是 香港不要像97年 很多人說想將香港 做一個普通大陸的城市 如果這個是香港的理念的話 香港很快會死得 香港的優勢在於什麼 在於就是跟大陸不同 你一定要維持這件事 要跟大陸不同 如果你跟大陸同的話 你很快就死得了 我們浪費了十幾年 就是盡量去跟大陸同 又說母語教學 英文的人越來越說得不行 你就自己找自己來玩 我真的覺得 我也有點心痛 說真的香港是走這條路的 一定要做大陸同 長先生 我有一個問題跟你說 Teen來了少許 美國的經濟 我不知道你怎樣看 我有一個 剛剛看到一個報紙 美國股權威的報紙 說 在明天可能會有摩托 我想看看你覺得 美國的經濟怎樣 其實美國的經濟 百分之七十都是消費 百分之七十都是消費 消費怎樣可以持續 問題就是說 你看回那些數據 其實問題就是 最最新的那些我沒有看過 問題就是 我舉回香港的例子 香港的例子 2001年最高峰期 樓市所謂的delinquency 持交 持公款的delinquency 1.5% 1.5% 最高峰期 美國呢 我去年看過的數據 是差不多10% 問題就是 如果你樓市搞不定 你的消費一定搞不定 問題就是 是呀 現在好像好了些 問題就是 第一 我看過美國的數據 基本上我就覺得是 嚴重地意外地好 那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政府就是 你知道做數據 其實很多東西可以 可以massage 那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他怎麼做出來 因為大選 那問題就是 我始終我都是相對地 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就是你樓市呢 很多美國分析員跟我講 就是在這裡講 寫報告 就是說 美國樓市供應是少的 可能是少 新供應 但是美國銀行收了那些樓 那怎麼辦 自己帶著 那問題就是 你的供應 潛在供應 不是在於新供應 潛在供應 是在於銀行收了樓 推出來的那些 是未推出來的 那所以問題就是 你記得香港那時候 97年之後 你都搞到03年 才搞得差不多 你想想美國現在三年 那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 最大的跌那個可能跌了 但是你說復甦 我真的看不到 在短時間之內 因為就是供應實在很多 但是供應在於銀行收了樓 這些供應 現在是沒有人理的 沒有人講的 那些是誰住的 你銀行收了樓 真的自己肯定收了物業嗎 就是這些東西的話 是直接影響到consumption 七成的percent 但是問題是 美國做了一件事好的 就是我見到趨勢的 就是它吸引了現在越來越多 海外 即美國公司在海外的辦事處 搬回美國 這件事是幫到它本土經濟的 但是短時間之內 我覺得未必可以 去offset到那個70% consumption 那件事 那這件事 導致到可能 那些人會擔心大陸 可能有些廠 搬回美國 大陸可能會 優勢相對的少 因為大陸一人工 是非常之高的 所以這件事 其實應該是 就是看那個單飛或者雙飛人口 就是山仔 怎樣影響香港的流行 未近那幾年 不是影響這個系統 我沒有正式調查過那些雙飛的背景 如果你說個個雙飛都是馬化騰的 那當然很厲害 但是我擔心絕大部分都不是那些有錢人交 如果這樣的情況的話 你們香港的長遠就會有擔心 第一 下一代會怎樣去教導 這一幫下一代會令到他成材 第二件事就是說 如果他是基層人士的話 他會來香港接受學業的話 你香港的負擔力都重了 那問題就是說 這幫人雖然的需求會大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他的背景 不是一些自己有自力更新的人的話 他會依靠政府 依靠政府 就是龍屋、棺材屋那些 或者公屋那些 那問題就是 香港的負擔不是越來越大 但是我自己沒有數據看那些人的背景 如果那些人 大部分都是有錢人家 當然是大家拍攏手掌 問題就是 全世界都對著這些人 你走銀行你都知道 你現在走銀行 一見到 你看到你的紅帽子 你看到什麼山啊什麼山 有沒有誰找過你 其實現在個個都是找的這些人 尤其是銀行的問題就是 因為現在全世界 其實很多的金融機構 都不想用自己的資本 因為個個都沒有資本 用自己的資本來投資 個個都是說 你給資本我去投資 所以問題就是 這些情況的話 是要影響到香港長遠的競爭力 影響香港長遠的政府的庫房的話 那你indirectly 影響香港的經濟 影響香港的經濟 影響香港的樓市 雖然需求大 但需求的那個項目 就不是賣樓的項目 需求的項目 就是公屋的項目 好 章先生 你好 1996年的時候 羊群中的一隻羊 是的 但你在一本書裡面寫 2001年的時候 和2006年 你已經沒有做羊了 是的 我就想問一問 你在一本書裡面寫 2001年 你那天是淡色的 但你逆向是體淡的 還有2006年的時候 它是加息債 亦都是逆向提號 但你在書裡面有沒有訪問 可不可以在這裡透露給我們知道 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我也是一樣 就是我做投資無量房地產也好 做股票也好 我首先想一件事 你覺得市場有沒有錯 那下來就是說 當很多人正常情況之下 你會聽到就是 一減息 哇 立即瘋涌入 買樓買物業 現在都是的 哇 大陸一減息 做不做不是好事 但下來就是說 大陸減息的原因 為何要減息 因為經濟差 那下來就是說 你要看兩個因素 如果它減息 或者幫錢下去 那個因素是這麼大的 好像那時候四萬億 那你的負面因素 因為經濟減慢 就不是一個重要因素 因為那個好因素 是全部被掩蓋 但是正常情況之下 但是一減息的話 其實那個減息的因素 是不能夠去 offset了 經濟減慢的因素的 那雖然那個股票市場 或者樓市 就會短時間之內 會有一個dject reaction 一個即時反應就是 喂 減息好東西炒 就好像現在這樣 但是就是說 你始終最根根 最ultimate 最後尾 你要看經濟的表現 就是現在這樣 你炒的業績股 減息炒它 你最後 最後你要看這個減息 會不會導致盈利上升 會不會導致盈利上升 會不會盈利導致盈利上升 暫時我看不到 但這個問題就是市場照炒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這樣我就會覺得市場 有一個所謂的inefficiency 就是inefficiency 就是不合理的表現 那你才可以賺到錢 如果市場永遠都知道 很多時候 例如你讀金融書 這樣才算 他們有一個理論叫做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就是說 市場永遠都是有效率的 就是市場 比如說 新鴻基120元 真的代表新鴻基值120元 永遠都是這樣的 110元代表110元 我就是經常都說 如果它的市場 是真的 一定是有效率的話 你哪個賺到錢 沒有人賺到錢 就是因為市場 經常都沒有效率 那你才有賺錢 所以問題就是 我只能看到 例如那兩個情況 就是第一 2001年減息 其實我看到 根本的經濟走不走 但昌國政府 也是在那時候 還在收緊的樓市 問題就是 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減息反彈的話 其實你最應該要走火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所謂的 不合理的市場表現 在這裏 零六言一樣 就是說 一加息 那個人馬上訂 還不訂地產股 問題就是 其實你看回 其實香港的地產股 因為我當時是看全球地產股 那時候我也有看 全球地產股 香港真的最便宜 那你當然買香港 所以問題就是 第一 第一件事就是 市場很多時候都是不理性的 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你的分析 是大為一些的 就不是純粹看著一隻股票舉例的話 那你容易一些 會有一個大的圖片 大的圖畫 令到你可以決定到 那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大家看分析的時候 不要純粹看著一件事 你要看著很大的圖片 因為現在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所有東西都是想著的 一環一環一環 但是我分享就是 因為我也想回到債務的問題 因為我其實覺得 我們有生之年 應該會見到債務爆煲 說的是美國、日本、歐洲 可能是中國 至於哪 其實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這麼有信心 會看到爆煲呢 因為 當然了 這麼多年來 西方國家都在那裡存 就是它的債務越來越高 也都沒有人去理 沒有人去問 直到標普 去年 就降美國高級 OK 總之樣子出來 就大家覺得 咦 是我好像突然間才知道 那跟著 現在最近 標普計 或者類似的 Credit Rating Agency 繼續降歐洲高級 那這件事會繼續 那就是 也都看到市場的交界 在反映著這個事實 那現在代表了 越來越多人去信 哎 債務真的是一個問題 就是 正 Cent ampleur Bad 所以最近就看到 enin wahrscheinlich要bro 那麼就會越來越多人去懷疑 究竟日本佬 能否可不可以val脫薦 那我覺得 那麼也都 開始慢慢 多些人去信 那其實 見到 learned 就是 自從去年 開起之後 越來越多人去相信 這件事 真是大問題 這就是 你說同 就是 將直接慢慢 塑脫 裂 那在評論 所以看回我們這麼多年來 其他國家去解決債務這個問題 都不內乎 也都不是說加息或者減息問題 而是說一定要是 devalue 它自己的 currency 說一半八成九成 當然devalue 代表著什麼呢 當地國民就要面對一個很高的通脹 所以我回到剛才第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情況高通脹是因為 所謂devalue的情況發生 即是說的是美金 可能是歐元 可能是日本日圓 那樓仍然是否一個抗通脹 即是可能溫和通脹 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抗通脹 但說到一個惡性 或者一個災難性的通脹 樓仍然是否一個防衛式的工具 如果是一個很大的通脹 令到民不聊生的話 就應該不是了 因為如果你是通脹 是一個reasonable通脹的話 你當然是一個hatch 即是一個對沖 和那個通脹 但是如果你通脹高度 就是說民不聊生 其實是有機會動亂的 即是真的有機會動亂的 一動亂的話 你說金融資產會不會保值呢 就是這件事 大家不想發生的 但這件事是有機會發生 例如你見到二次大戰的時候 為什麼德國會是這樣 的話就應該要發生的 算是一個好 坐下 去坐下 你坐下 坐下